大家好,我来写几个数字 我用到的线是比较粗的 这里能看到1,2,3,4,5 五股的牛奶棉 勾针,我选用的是阿富汗勾针 5.5毫米针径 这种长的钩针 起针用辫子针 我们不去数针数 按照长度去做 这一条辫子针 织24厘米 24厘米长的辫子针 不管用什么样的线 什么样的钩针 这一个长度做到24厘米长 然后我们从这里挑线圈 把所有的线圈先挑到钩针上 从这一段 一直到这一段 现在到了左边 最后一针 两个线圈 一起 这样 再两个线圈 两个线圈 快要做到最边上的时候 我们停一下 停一下来回顾之前刚刚写的几个数字 这几个数字 我们停三个线圈 再勾针上 这里往右边做 三个线圈 这三个线圈 对应的就是这个数字3 接下来 勾针从后侧 就是这个线圈后面的这个 勾针 从后侧 把这个线拉出来 再从后侧 全部都是后边的线圈 接下来在做每一行的时候 都是从后侧去挑针 这里 先把所有的线圈 挑到勾针上 一直挑到 左边 现在 把所有的线圈 都勾在勾针上 然后制到了这一边 我们从正 这个方向 能看到有几个柱子 这样几个柱子 勾针从后面勾的时候 然后就要勾几个 这里能看到一个 后面就勾一个 这里能看到一个 从后面就勾一个 这里 是最后一个 从后面 勾出来 然后两个线圈 两个线圈 这一次 我们要往后面去退 剩六个线圈 一直推到右边 剩下六个线圈 此时勾针上剩下六个线圈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往右边退了 我们 再往左边去织 把所有的线圈 调到勾针上 一直到这一边 这一边的时候 需要注意最后一针 现在到左边了 这里是一针 这里一针 然后这里 这两个线圈 稍微挨在一起了 挨在一起了 但是这个是倒数第二针 然后这个后边的 这一个是倒数第一针 最后一针 倒数第二针 最后一针 这样才不会出错 两个线圈 往右边退 这一次 我们要做数字三 就是勾针上 剩下三个线圈 一直到这边 剩下三个线圈 三个线圈 再往左去织 排着直到最左边 最左边的最后一针 不要搞错了 直到左边 最后这两针 是挨在一起的 这一个是倒数第三针 倒数第二针 最后一针 两个线圈 一起往右边退 这次我们退到右边的时候 直接退到最后 不用剩下线圈 一直退到最右边 退到这里 在接下来做的时候 先排着把所有的线圈 挑到构针上 直到左边 到左边 倒数第三针 倒数第二针 最后一针 两个线圈 两个线圈 接下来左边这里 我就不讲了 左边这里 全都是一样的 这里已经讲了三遍了 这一行 推到右边 重新从三开始计算 三 针针上剩三个线圈 针针上剩三个线圈 再重复往左 直到左边 再从左边往右边退 退到右边 剩下六个线圈 这个是重复六 然后六个一行的来回直完 再做三 三做完了以后 就是退到尽头 最右端 推完 再重复一个 三 六 三 再零 三六 三 去做 我们在编织的时候 如果怕出错的话 可以在编织到三针的时候 计数一下 六针的时候计数一下 三针计数一下 最后零的时候计数一下 再接着从三针 六针 三针 零针 我们去计数 这样就不太容易出错了 这个帽子 现在已经编织完了 是这样的 这一整个的长度是五十厘米左右 成年人的头围 基本上都是五十厘米左右 这里是五十厘米 多一点 小孩子的头围 是四十五厘米左右 要看多小的小孩子 如果不知道头围的话 就把它包在头上 这样包在头上 一试 感觉是不是舒服的一个宽松度 就好了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这个两侧的缝盒 最后剩一段长的 一米长的线头 这样把它反过来 用反面去缝 穿上一个针 穿上针之后 在这里两边一一对应 这样 两边一一对应 然后从这一边 在这一侧取线圈的时候 我们取后面的线圈 这里 这里是编织到最后一行的时候 这一边是最开始的第一行 最开始第一行取线圈的时候 就取这个 这里的就可以 最边缘的 然后最后一行取线圈的时候 我们都是取后边 这样 接下来 先在这一边取一个线圈 然后在这一侧 这一侧取一个线圈 这一侧 这个取线圈 如果说 不按照我说的做 也没有关系 只要能把这个边缘处理的 整齐就好了 如果大家担心左右两边 帧数 针数 缝的时候 担心不一样的话 可以从底部 从这一端缝 保持这一端 是一一对齐的 然后如果 错一两针 然后让它 错在顶部 不要让它 错在下面 所以如果缝的话 也可以选择 从这一端开始缝 最后缝完了之后 就可以把线圈 线剪断 还有最后一针 这样就全部缝完了 这里可以记一下 记一下会有一个小疙瘩 隐藏线头的时候 我们这样穿过织木 把线头隐藏起来 这里是没有 它就央的 你是冲箱 可以在这一下 部门上 鎖 我们在这里 也没用 这两针 如果 你可 それで 你可以 擅装 这个 是 那 是 我 把线头隐藏完之后,看过来 这里是边缘,这里是缝合的地方 在这边 最后来解决一下顶部 顶部这样织完还是有一个小口的 继续用针去缝 缝的时候,穿过一个这里 中间隔一个,穿这里 隔一个,穿这里 然后把线收紧 这样,收紧,系一个扣子 再把线剪断,隐藏一下线头 隐藏线头的时候可以在里面隐藏 把这个线弄到里面,然后从里面去隐藏 这样比较好看一点 从外边看不出来 从里面把线头隐藏 顶部的线头处理完之后 就是这样的 如果需要做一个小毛球的话 也可以再插一个毛球放到上面 具体做毛球的详细步骤 在以前的视频里都出过 之前做的帽子里也经常会做一个毛球 这一期视频就不做毛球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